原标题或思验穿这身有雷加音 既是感 最近因为BUB上了几次热搜的袁珊珊 也来黑板玩了这一身最大的问题 就是潮流单品态度 棒球网 条纹衫 毛衣马甲 格文大衣 化靴 随便手术就有这么多元素 混在一身里的效果就一个字乱 而且这个大衣的长度也是有点尴尬了 乍一看完全没有腿想要增加桃花蕴 要么先从穿搭上换个风格 请输入图片描述霍思验 请输入图片描述 请输入图片描述上衣 PROD克碎片来电狂想正在上演的霍思验 这段时间也经常出镜 以往都是选择长款礼服裙的造型 结果这回给自己来了个 不知道是什么穿搭逻辑的运动风look 效果很是怪异 本来霍思验就是肩膀比较窄的身材类型 很容易显得头搭这个高顶内搭 更是直接将这一比例问题放大 感觉满眼都是头 要么还是换回原来的one piece连身裙绑 请输入图片描述五锦颜 请输入图片描述 请输入图片描述全套 Dior上面还在给霍思验建议换裙子 穿着大长裙的五锦颜 就宽宽向我们走来了 其实五锦颜的身高 并不是很适合穿长裙 尤其是这种裙版固大的款式 连袖场模特穿起来 都不太写高到了五锦颜身上 就只有两个感觉拖沓家不单 精修图也没并没有好看到 哪去有空邀约造型师喝个茶 请输入图片描述 血雅请输入图片描述 请输入图片描述真之衫 All right 谈恋爱之后的 血雅真的非常随心所欲 这个毛衣外套 白色漏脚趾网马的搭配思路 真的怎么想都觉得很奇怪 配上一头乱发和宿醉腮红的装发 真的感觉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 真的也就完全在靠脸撑了吧 原来那个活力满满的唱跳女王去哪了 Astra Miller 请输入图片描述 请输入图片描述羽绒服 Monkler第一眼看到这组照片的时候 我的内心OS还真有人会穿这件羽绒服啊 Monkler这件逆天羽绒服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集体吐槽 到底谁能驾驭的了啊 这不S就穿着他走上红毯了 自动脑补了黑色毛毛虫的济世感 只能说时尚有时候真的和日常穿搭没什么关系了 当然了引爆红毯是没什么问题的 请输入图片描述OK本周的穿衣红黑绑 那这就结束了 最近不是下雨 就是下雪大家要穿厚实一点 下期见 请输入图片描述 ちょっと说完毯是终于